来把我们的这张内存卡装满 因为人是有自己最偏爱的那个的 如果能一戳中 那就是百分百的那种 就是像这种 就是致命一击 可能就能直接在一起的 其实我现在脚上这双鞋 就是小杨送我的 我必须要说这双鞋 你看没有logo 然后又要舒适 然后还得好看 又得有一点增高 又得有一点增高 对于男生来说 身高增一点 他好像自信会再增 当时我过生日的时候 收到这个礼物嘛 你看双鞋 找得想送我走 不是 因为他之前也送过我一双鞋 就是我们七夕专辑也没有穿 然后他当时就让我给他一块钱 我就不理解 他说因为送鞋意思不是很好 然后要我给他一块钱 可能就能把这个给抵小 朋友们都不喜欢你的伴侣 你会坚持自己的选择 和他结婚吗 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 你的朋友并不像你一样 有这么长时间 能跟你伴侣相处 他对于你伴侣的印象 其实大概率是你描述给他们的 如果你的朋友 都不喜欢你的伴侣 你第一个会去审视 你的伴侣是不是不够好 所以他会都不喜欢 第二个就是 你是否是对你伴侣 本身就有一些存疑 和你没有想好的一些点 可能你们之间没有讲出来 没有解决 所以这件事情才会在 不管你跟你闺蜜的沟通中 或者你朋友的沟通中 就是让他们也感知到了 本质是你自己内心投射出去了 一些怀疑 就是他们有百分百的信任 就是带着答案去找问题的 对于我来说 我之前是就是从来不会跟我朋友 去说谈恋爱的事情 真的吗 他笑了 他笑了 我在那个 失手 这个问题其实有个很简单的解法 就是他反过来 你朋友都很喜欢的人 你一定会跟他结婚 就是外面的人说话 这都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 最终去做决定的就是你自己 这种问题会跟闺蜜和异性同时分享吗 跟异性分享会被挖墙脚吧 你想如果我今天跟另外一个男的 一直在说他爱的不好 然后那个男的肯定会表现出 那我肯定比他好多了 男生会把这个误认为一种信号 就是我知道你有男朋友 那你现在又说好像 好像你的这个墙脚有点松 好像可以挖 所以我觉得跟异性说是 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你能否接受伴侣跟闺蜜 或兄弟聚会喝酒 玩到凌晨 爱都送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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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你内心的声音 我不能接受 我也不能接受 其实我真的有跟他说过 我们对所谓没有边界感 这件事情的定义是什么 首先如果他是1v1 跟另外一个异性 在没有我之脚的情况下出去了 我觉得那就已经侵犯了我的边界感了 你完完全全可以 不管你是跟你的同事或者朋友 你可以跟他出去见面聊天 因为可能有你们过去的经历 他才能了解的话题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1v1的这种情况 他太私密了 那他肯定应该告诉我的 如果这件事情是过后我发现的话 那我一定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只会让我瞎想 所以还不如说在那可能出发之前 我就提前知道 这样子我就会心里比较落地 是的 也是我俩的就是 讲了这件事情 对于这个边界感的一个定义吧 嗯开心 又有一个机会可以和大家 有点眼熟 有点眼熟 谢谢我们来开始 我们来预测一下 这几段里边谁会复活成功 他俩吧 那肯定他俩 太客气了 我觉得刚刚淘汰这组也还可以吧 他们也如果是力量型的话 我才中德吧 因为我第一期看过他们的陪看嘛 他俩虽然在文化上面差异还是挺大的 但是他俩是就是互相爱着对方吧 就是相信感情的力量 他们复活了吗 中德的那个 你去看吧 走 你真厉害哥哥 我都没这么用心 真无缘 我是好厉害 我是干嘛 我是干嘛 是魔法加成 魔法加成 三 二 一 我的 小宇宙爆发了 对他就爆发了 因为女朋友摔倒了 其实我当时都觉得他可能搬不动 所以他当时翻的时候 还连翻几下 我震惊了 因为我一点筋都没使上 加油 吐吐 累到吐吐 我是真的把我自己全部的力气用上去了 就是真的一定力气了 每一步都 哇 就觉得哇 原来我们可以这么厉害 嗯 那种感觉 真的很满意 在这个节目里面看到他们的就是那种拼搏 就两个人拧成一股绳 再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点 我觉得就是比赛结果我觉得真的不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本来不是你们现场项目 对对对 那我们来一个新的游戏 爱的高塔 你们两对情侣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了 来吧 你别崴着脚 没事没事 就往这儿挪吧 先挪两只手吧 然后再挪两只腿 对对对 等一下 这个好难啊 对对对 等一下 你要在我脚这儿呢 有谁放我脚这 我会有最终的 我把这个瓶往前拖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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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再往前 好 再往前 对吧 好好好 这个这个往前 上个 还放后吗 手 抬上去 放放放 来화를 把那个扶一下 右手边最底下第一张扶一下 拍 reaction 好 上手 上手 右手 好 这边 我来 上脚 不感觉伤了吗 来吧 来回头 来吧 来回头 来 别猜难一手了 唱这 好强 什么钱 不是谁 先恭喜 你脚 你这样吧 你先把手拉高一点 我脚 我脚 你手 去搞手 我把手拉高一点 继续搞手吧 我感觉我脚伸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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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把手伸起来 你放上你的帐 你这样站着 对啊 你一直添加 对吧 不能一直 开始 对 对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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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了 很棒 我想看 非常好整 这样子 我看 雅如彤家彩虹球 OK 这吧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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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踩哪只腿 都行右右的右吧 来左腿 这游戏我并不是很适合我感觉 他他这个我平衡能力一般说说 哪个腿 右边 我不行不行我感觉我这我太沉了 我快把这个瓶子摁 我快把这个瓶子摁 不行不行不太行 不好踩不好踩 新的一年我希望 他是首先过好生活过好每天的日子 然后 希望你能 找到女朋友遇到对的人 然后 朋友啊 加油我要加油我新的一年我要加油 然后也希望 观看我们这个 知爱知爱的朋友们 每天都能幸福身体健康 好好努力赚钱发大财吧 好加油加油 祝大家新的一年 事业生活感情都样样都好运 甜甜开心身体健康 好 祝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生活多点甜甜少些苦苦 在新的一年里和自己所爱的人 幸福安康 谢谢 那这一期的知爱知爱陪练版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期再见 拜拜 嘿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孟菊 我是雨雪姜 我们俩是国标舞CPEA的另一半 哈喽大家好我是柳铭 我叫顾颜辛 我们俩比盖心 那个我们其实没有很久没见 我们还干了这大事 没错 因为之前有说过 在这个圣诞节 娇娇想被求婚 我跟你讲啊 我说我可不想 我的求婚是在教室里 直手 你还为了他们选你 还把衣服弄下来啊 没有没有没有 是那时候有点热 顾颜辛 你这个头发为什么会被翘了一个 你们有没有印象很深的那种约会 你们先来吧 就是我还没答应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当时就约我吃饭 哦 他说你想不想跟我和三只狗狗 一起去狗公园呢 那天是1月30 是我们正式在一起的一天 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春心荡漾 被我迷得不行 啊